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好我是羊 我們現在打一下全新的塔維爾夢魘集 那這邊帶大家用仙女座來通關 這隊也可以解全妖成就 那隊伍跟龍柯配置我都有打在旁邊 以及時光牌 然後再來就是亞絲娜我打完之後發現好像沒什麼用到 所以你可以換成其他增傷的角色 然後左上角要有狀態的 因為亞絲娜會拿來擠掉buff 好來第一關 好 仙女打起來其實不是很舒服 第一關就真的翻車不知道多少次了 體力從有4到沒有 然後從1罐4到5罐4到10罐都有 所以第一關這邊的話 所以如果真的要用仙女的話 你可以看完再去斟酌一下下 好 第一回我們就是開仙女 然後要消三種阻止 這個是為了加速-CD 就是發...那個...發動三種攻擊 那... 全隊的-CD就會加速哦 好 那第二回的話就可以開家家的記憶 那這邊要首消泉水 然後也要記得停在那個火焰地裡面 你可以發現這一隊玩的就是心臟啊 心臟夠大顆才有辦法這樣操作哦 而且這還不是更恐怖的 等一下還有燃燒年輔 仙女都沒有無視掉哦 好 接著第二 好 第二的話我們開家家的記憶點水 那這邊等下就大力轉標 手消到光暗就可以了 好 而且其實龍科 帶那個一封腐化那麼多顆 也是有他的作用在哦 一封腐化的武裝能力 你只要有消到妖竹珠 自身會有額外倍率 那個打在仙女上是很恐怖的哦 其他可能沒有那麼有感 可是因為仙女本來就是急傷腳 所以他打出去的傷害就會變得非常的爆炸 好 第三 好 第三我們開約飛點水轉水 好 這邊的話顧C仙女也沒有無視掉 所以你真的就要去把10C轉到位哦 好 那這邊理論上是不可能一回合帶走啊 除非你真的天降到非常誇張 所以這邊原則上是兩回合要帶走 這邊一定要花上兩回合 不然等一下下一關 家家也不能用 就會比較麻煩哦 對 你看這個大力轉的結果 欸 他還剩下大概30%左右的血哦 所以這邊第二回 我們就要再開一次約飛 好 那這邊就一樣 去把10C轉到位 好 那仙女這麼特殊 究竟無視了些什麼東西呢 佐熱地啊 那個爆破炸彈啊 這一關都沒有出現到哦 好 第四 好 第四我們開使車局點暗 好 這邊其實可以隨便點啦 因為等一下還是要關家開仙女哦 好 然後我們等一下就開約飛點水轉水 然後加加的忌二加忌一 忌二就點心或水都可以 反正如果沒特別寫就是心或水哦 然後再開忌一上去 好 這邊三十康哦 就是要去把滿版轉到位哦 這個就真的是要轉超級大力那一種 如果沒有任何天降的話 這個版面轉到滿版就會剛好是30C 好 那因為我們有開加加的忌二啦 所以會再天降兩波下來 所以等一下如果再沒有多任何天降的話 他就是32C 那如果有多就是在看降幾康加多少這樣子 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哦 這個滿版消除最終的結果就剛好是30 這個在王二還會用到一次 所以一定要先把這個 滿版學會轉哦 其實應該OK啦 如果這個不會轉的話 第一關應該就也放棄了哦 因為第一關感覺更麻煩 好 接著二血 二血這邊我們先不守消心 哦 因為這邊有回復顛倒要注意哦 不要消到心哦 然後我們先發動三種攻擊 減個CD 好 然後第二回就可以開幻靈打擊 這邊就把那個回復歸零哦 好 對 然後那個亞斯娜 對 這邊就是稍微做一個增傷 所以你換其他任意增傷角 應該都可以哦 好 那這邊一樣哦 就大力轉 對面是無屬強 記得不要停在黑洞地就好 黑洞地就是最左跟最右 好 那這邊也直接帶過去沒有問題 好 接著來到第五 好 第五我們先開家家的忌餓 這一回合就隨便點就好 這一回只是為了控制他哦 不要讓兩隻一起打過來 不然兩隻一起打過來 一隻70 兩隻是多少 140 好 那我們的血滿就100%而已 他打140過來我們當然就死哦 好 那第二回就可以開家家的忌一 左邊的工錢已經消除了 但右邊還沒哦 所以這邊的話呢 家家的忌一剛好可以無視工錢 那這邊就是去消全木加全暗就可以了 好 那這邊就直接送給他哦 好 這邊第五關帶走 好 恭喜大家哦 已經走完一半了 我們再把另外一半一起走完哦 好 來 第六 好 第六這邊的話數字二三 這邊一樣先轉三種拖一回 注意一下黏斧哦 對 這邊就是我提到的 有黏斧的地方 好 那第二回的話呢 我們可以開個橘哥隨便點哦 然後等一下開家家的忌一 家家忌一上半部就已經排好18顆 所以下半部我們要額外找五顆 好 那也要記得哦 從左到右分別是水火木光暗星 如果你開上去下面剛好有黏住的 那個也要計算在內哦 要不然不小心轉錯 嘿 恭喜 大爆炸 心態絕對會大爆炸 好 那下面有找到五顆 基本上就沒問題了哦 OK 好 接著第七 好 第七這邊的話也是還蠻白木的哦 這邊的話就是要消五十水 好 第一回我們可以先去消三種珠子哦 水珠當然就盡量消哦 好 你就把能見到的水珠盡量都消一消 好 來 接著第二回 好 第二回可以開家家的忌二點水 然後順便關家開仙女也可以哦 關家開仙女場上就這樣 就至少保底六顆了嘛 好 那這邊幫大家等下示範的會是倒霉的劇本哦 道理來說這一回合是可以直接收掉啦 可是我沒有收掉 所以就是 示範倒霉劇本 好 這邊對 其實我已經很盡力去消水了 只是最後還是沒有辦法哦 好 這邊最後就差兩顆 非常討厭的兩顆 好啦 那這邊如果真的像我一樣沒帶走 第三回就開家家的忌一 然後開了之後不要動不要動不要動 很重要 所以講三次哦 為什麼不要動是因為我們只是要吃他的那個倍率而已哦 對啊 你如果轉了的話 就沒辦法開龍科 好 那如果我們不轉的話 下來我們還有辦法開龍科 順便哦 這個龍科就是剛好有三個 冷卻中的妖精CD減少三的選項 我們就去把那個 加加的技衣再叫回來 因為等一下二血是還會用到的哦 好 那龍科開了之後當然就是大力轉哦 第一次是使用在這啦 可是搞不好整場 整場戰鬥下來 也只會用在王冠一次而已 所以龍科還會多留一次 好 那這一次就當作是保命用哦 剛好在這裡派上用場 好 那這邊就帶過去 好 接著二血 這邊的話我們就開橘哥點火哦 然後我們開幻靈打擊 這邊一樣有回復顛倒要注意哦 好 然後我們關加開仙女 對啦 所以其實橘哥可以隨便點哦 好 這邊關仙女就好 對不起 關仙女 因為等一下有復銷重置哦 對啦 你如果不小心開了也沒關係 因為其實下一關 以正常來講的話 剛剛如果沒有減CD 仙女也是下一關要把它再洗回來哦 好 那這邊當然就是C速拉高 好 而且對面有十足屬性啦 所以你要把二銷那個盡量切開哦 好 來 這邊就帶過去 好 接著就來到第八 好 第八這邊就是偷回合等仙女跳 啊 你如果原本就跳著的話 那你可以先開沒有關係哦 好 那這邊我們就是稍微綠珠 等一下對面是要轉五種一樣的珠子 就例如說 水跟星加起來等於5C 木跟星加起來等於5C 這種 好 那你就稍微去把板面綠一下哦 反正等一下是還要開橘哥 再去控制一下板面 橘哥也是可以直接把兩種不要的炸掉 然後加上敵人 剛好三種 好 場上六種珠子一次炸掉三種 要符合敵技應該就相對容易很多哦 好 這邊就是等橘哥跳 要記得回血 星珠是回血珠 只有星可以回 所以一定要特別注意哦 好 那我這邊在留的是暗跟星這兩種珠子 好 那橘哥有跳我們就開橘哥 然後把不要的珠子炸掉哦 這邊就炸火跟光 好 那這邊就是轉那個 開家家的忌餓 然後點水 然後轉五種一樣的出來哦 好 這邊我 我 以我的那個版面來說就是暗加星等於5C哦 好 那這邊有轉到的話 基本上也可以直接收過去 好 接著來到第九哦 好 第九場上至少濾出7顆水就好 兩組水十字要的是10顆 如果我們自己濾出7顆 再開家家技衣上面3顆哦 這樣就剛好是10顆哦 所以至少濾7顆水出來 這個要濾珠蠻簡單的 你就不要手消水就好了 因為對面有結界地 天將也不可能把你的水消乾淨哦 好 那等一下我們開家家的技衣 然後這邊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做 就是抓流光珠 大力轉哦 然後塞到仙女裡面去 好 這一張孤身獨佔的5位 它就有一個防鎖的選項 我們只要有 塞到角色珠裡面 哦 那 那 等一下王一就不會被鎖 好 那這邊就是大力轉哦 然後轉完的時候去把那個流光珠 直接塞到仙女裡面去 好 那這邊傷害理論上也是可以直接帶過去 沒有問題哦 好 接著就準備來到王一 好 那王一的話就開家家的忌惡點心 好 那這邊我們就大力轉 但是要注意印記哦 那個暗珠不要一口氣去消到5顆 你消到2顆 你消到3顆4顆都可以 就是不要一口氣5顆哦 因為一口氣5顆印記就直接累積死 下一回合不管你有沒有轉珠 都是直接死去 很可怕哦 好 那這邊就可以直接收掉 好 接著二血 二血的話呢我們就開橘哥隨便點 好 然後我們就關家開仙女 然後我們再開約飛點光轉水 好 然後我們開雅絲娜 對 雅絲娜我居然是用在這裡擠掉狀態 又不是用來無視最後的指定減傷抗性哦 好 然後最後我們就開家家的技衣 那這邊 欸 對 三石康 剛剛還記得嗎 就是那個要轉到很滿的版面哦 我們就去把它達成吧 好 給大家一個訣竅啊 那個三屬的珠子可以盡量放在下半部 這樣子 轉到上面的時候 只剩光暗星 比較不容易黏在一起哦 因為水火牧師各有兩組啦 那光暗星只有一組哦 好 接著最後一條血 這邊我們就開幻靈打擊 這邊也是有回復顛倒要注意 好 然後等一下就開約飛控制版面 這邊要轉三組十字哦 好 那減傷抗性就是交給那個 剛剛有塞流光珠的那隻仙女去無視 好 我們就抓著仙女 大力轉三組十字 好 要注意哦 因為你幻靈打擊開下去是有二小 所以記得不要黏到外面去哦 好 那轉完當然就是把最後的龍科開下去 來做一波大增傷哦 好啦 那以上這邊的話呢 就是仙女座結一個全妖成就 好 以及沒有魔法石復活 過這個夢魘給各位做一個參考哦 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就下一部影片再會啦 掰撲 然後我們下一個就開始了 在這邊 有一個點兒 有一個點兒 在這邊 還有一個點兒 рон次的電子 大小型的電子 有一個點兒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